今年是二战结束76周年 就在本月15日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当天 日本首相菅一伟 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 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废 日本防卫大臣安心夫 则参拜了靖国神社 就在安心夫败鬼前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在社交媒体用日文发推指出 广岛和长崎都是 核战争疯狂的象征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场 由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 和军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 二战后 德国对其战争罪行 进行了彻底而持久的反思 首都柏林便在其心脏地带 修建了有2711块石碑 所组成的纪念地 以让人们永久的铭记 纳粹所犯下的犹太大屠杀罪行 事实上 无论是德国街头随处可见 刻有遇难者姓名和生族黏约的绊脚石 还是地铁站外 写有达好等集中医名录的纪念牌 都在形象地提醒人们 德国记忆文化的内涵 那也就是 唯有开放和坦诚地面对过去 才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基本条件 有人说 时任德国总理的伯兰特 1970年在华沙的惊人一跪 成为德国最终营的邻国谅解的关键一步 而反观日本政客多年来 在败鬼问题上的执着 和在温安妇问题上的搪塞 也无怪乎 不仅中韩等亚洲国家强烈不满 连德国也要一语道破了